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和很多人都发生过争吵 包括长大之后 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哪里做得不对不好的时候 小红包也会对其进行教育 对这点爸妈都习惯了 小红包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他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是一生俱来的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是他经常做的事 所以尽管他的言行经常直来直去 有些时候会得罪一些怀恨在心的小人 但是他的朋友要更加讲义气 因为小红包就是靠着自己独立特性 并且果敢善良的交往方式 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家有事也愿意找他 因为朋友很多 所以小红包想与男朋友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会劝告他 你男友结婚前都没置办下房子 日后你要和他婆婆一起住的话 你们两代人看待事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必定会有冲突 你们相处在一起 水火不容了 就会让婚姻变得很艰难 再说了 你丈夫也是一个不做主的人 想必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小红包知道 丈夫的确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 因为小红包脾气火爆 所以他并不想找一个和他同样的人 那样发生什么矛盾的时候 必定是火星撞地球 一触即发 所以小红包觉得丈夫非常适合他 至少在小红包想生气骂街的时候 丈夫会在旁边默不作声 承担着一切 等到小红包气消了 丈夫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让小红包觉得和丈夫两人的相处状态 让他非常舒服 对于没有房子这件事 小红包并不是很介意 他觉得冰来浆荡 水来吐烟 若是婆婆温柔 他也必定会对婆婆善良 但如果要是婆婆狠毒 那小红包也不是吃素的 他就没有怕过谁 很快双方家长就见面了 小红包的妈妈 不希望小红包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 于是妈妈就和他未来婆婆提了这件事情 他还说 我女儿也不是一个特别不优秀的人 从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如果她的婚姻没有保障 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不放心 现在年轻人结婚都是好几套房子 你们不能一套都不准备吧 再说了 你们家条件也没有那么揭不开锅 如果真是那样 我们还得真考虑一下他们两个的婚事了 婆婆听到如此沉默了几秒 然后满脸堆笑地对小红包的妈妈说 亲家你误会了 我们也不是不给儿媳准备房子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是新买的 本来就是为了我儿子结婚要用的 所以等日后她爸退休了 我和她爸就搬回农村去居住 这房子也自然会留给儿子儿媳 他们两小两口刚结了婚 在生活上也不适应 我们帮衬他们一些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说对吧 小红包的妈妈听到此态度缓和了一些 她说 但是现在这套房子仍然不属于我女儿 女婿 为了让我们放心些 彩礼要多给一些吧 婆婆思考了一下说道 没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只给儿子准备了二十万的彩礼 等日后我再给他们十万 总共三十万 你看可以吧 这日后总得有个期限吧 小红包妈妈态度坚决 让婆婆也无稽可趁 于是她说三年给清十万 这场婚礼就这样顺利地进行了 小红包很开心 一直到婚礼结束 她仍然被幸福冲击着 只是结婚当晚 婆婆就给小红包下马威 她说 儿媳 女人嫁了人就要懂得伺候丈夫 也要懂得孝敬长辈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的长辈指的是我 而不是你的妈妈 所以明天早早地起床 给我做饭吧 小红包当晚就有些生气 但是她想着 还是不要再结婚第一天就出了眉头 这让她觉得不是吉利的事情 于是没有说什么 但也没有把这话听进去 婚礼第二天 她一觉睡到自然醒 这让婆婆很不满 婆婆生气地坐在沙发上 不发一言 小红包和她打招呼 她也装作听不见 小红包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觉得既然如此 那就不说话好了 她又不是非要当什么贤妻良母 结婚本身就是为了开心呀 但最后 还是婆婆忍不住了 她向儿媳小红包说 住我家 你就应该付房租 不能白住吧 你们租房子 也是需要付钱的呀 小红包听到此 她已经怒火中烧 但还是爽快支付 但她已经有了计划 小红包心里想 既然你这样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 当天晚上 小红包就和丈夫说了此事 既然要付房租 那我们直接搬出去住吧 哪里都是住 丈夫很爱小红包 也不希望她和妈妈 再发生什么冲突 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 婆婆看到儿子和儿媳 在打包行李 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 小红包说 这房子我们不租了 我们打算出去租房子住 对了 白纸黑字的写好 三年内 您进来要把那十万还给我 还有那天说的 公公退休了 你们回村里住 这几年的房租 应该是你们付一下吧 昨天那个钱 就当是我新婚孝季 您的茶钱吧 婆婆被小红包的一番话 惊住 愣在原地 小红包带着丈夫 三年都没有再回婆婆家 一直到要那十万块 小红包才再一次见了婆婆 婆婆整日四年儿子 于是和这个儿媳道了歉 以其人之道 还者其人之身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既能让我们反弹 给那个施暴者 也能让他们感同身受 并且毫无反驳的道理 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一味地退让 一味地善良 甚至改掉我们原本的脾气 那样 只会让愁者快 亲者痛 自己不喜欢 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就有理由拒绝 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 我们自己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为了别人 放弃自己原有的样子 那么也只会让 原本喜欢我们的人 感到陌生 而让那些惹是生非者 更觉得我们是一个 好欺压的人 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 理所应当 这样岂不是得不偿失 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 我们勇敢地做自己就好 人生不过短短几年 靠近喜欢的人 做喜欢的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